天气方面马上来关心 卢币台风在5号登陆中国广东后 强度一度减弱为热低压 而且已经通过台湾 不过就在今天凌晨2点 它再度发展为轻度台风 往日本的方向快速移动 气象局认为 卢币台风已经远离台湾了 对我们的天气不至于构成威胁 但是西南风影响下 在礼拜一以前 包含了苗里南东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和好雨发生的可能 会等到礼拜二以后 雨势才会逐渐趋缓 另外气象专家彭启明也特别提醒 目前为在菲律宾东方的热低压 在未来两天有发展的趋势 而且它的方向不排除 是往台湾的东南方向移动 恐怕对台湾未来一周的天气再添变数 北台湾雨过天晴 阳光露脸 青台卢币8月5号中午 登陆中国广东沿海后 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7号上午接着登陆台湾竹苗一带 为全台带来明显雨室 并在周六下午出海 没想到它在礼拜天凌晨竟然回魂 再度增强为轻度台风往日本方向移动 那未来会以很快的速度 往东北方向朝日本前进 已经在一个远离的阶段了 所以它其实并不会对台湾 已经临近的海面构成威胁 那对台湾的天气呢 也是逐步的在减轻当中 卢币台风远离 西南气流也减弱 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 周一之前苗栗以南及东南部地区 依旧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机会 至于其他像是北部东北部及花莲 则逐渐恢复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北部宜兰跟花莲地区 则是恢复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午后要留意午后雷雨发生 那我们也预期在礼拜一 北部地区各地的山区 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雨也是比较明显 礼拜二开始太平洋高压牺牲 台湾周围水汽减少 各地降雨也会趋缓 但气象专家彭启明提醒 目前位于菲律宾东方的低气压 有发展趋势 也可能会往台湾东南方移动 将为台湾未来一周的天气再添变数 不排除会让各地午后热对流发展更旺盛 得多加留意 记者正好报道